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又过来地里挖山野菜 因为这段时间天气暖和 这种山野菜都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这里叫这种山野菜叫做野蒜 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有 哪把炒腊肉是特别好吃的 前面那个方地里 都有一大片 现在准备挖一点回家里炒腊肉 看 这种就是野蒜 看这里都有一大片 前面这里更多 你看 这个就是野蒜 特别香 这种野蒜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这种野蒜 看 这里有很多野蒜 看 这里有很多野蒜 它又叫山蒜 山野蒜 野葱 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花期 一般在六到八月 果期在七到九月 它主要的食用部分也就是这种润的净叶 有很高的养养价值 有很高的养养价值 在家里炒腊 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有 切点腊 切点椒 小米椒 小米椒 柠檬 腿 牛肉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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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入鱼片 放入鱼片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水 加一点味鸡鲜 好了 一盆特别美味的野蒜炒腊肉就做好了 特别香